防疫人員不敢大意登上武漢入境的班機檢疫 主要就是因為大陸武漢肺炎的疫情持續延燒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病毒命名為 2019新型冠狀病毒 機關書啟動武漢直航入境班機的檢疫 已經執行了22個航班 總共檢疫了2342名旅客和機組人員 11名有症狀 其中9名無去後送 其餘檢驗之後都已經排除 另外經過醫院的通報 具有武漢旅遊史 有類似發燒肺炎的症狀 有4個病例 其中新增的是南部一名40多歲的婦人 她月初到武漢探親 上週三返國 12號發燒到39度 目前在負壓隔離病房觀察 因為她沒有去過疑似的華南海鮮市場 所以可能性是比較低 根據12號大陸官方的統計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病例維持在41例 其中重症7例 1例死亡 已經出院的有6例 至於鄰近國家疑似病例的通報 包含台灣 香港 澳門 南韓 新加坡 都還沒有確定病例 但泰國出現了一名陸籍女子 被檢驗出有新型冠狀病毒 緊急被隔離 目前台灣還不會對 泰國入境的班機做登機檢疫 但面對大陸疫情擴大 疾管署已經派出兩名專家 前往武漢了解疫情 專家如果結束整個行程 回到國內 我們就會再進一步 跟大家做完整的報告 新型冠狀病毒跟SARS 相似度高達8成 雖然重症率20%比較低 但卻比流感還要高 死亡率目前還無法估計 但同樣沒有治療方式 而且傳染方式跟傳染動物 和會不會人傳人 目前都不清楚 專家提醒新型冠狀病毒 並沒有排除人傳人的可能性 因此在農曆春節期間 旅遊人超多 民眾一定要比照 冬季流感預防的方式 來預防傳染 出入公共場所 一定要記得配戴孔照 記者 張招彭王一眾 台北報導